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视频攻略 那么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剧本 就是187年4月合进包围网的陶谦 陶谦他这个时候是在建业的 他是在建业,然后旁边是孙坚 然后我们一开始只有四个武将 并且我们难易度是五颗星 孙坚这边难易度是只有两颗星 所以可想而知 我们是一定要把孙坚灭掉 我们才能在这个剧本里面生存 游戏等级是超级,战死是5 寿命的话我们调成史诗 然后就可以开始 这个合进包围网的剧本 应该是一个历史架空的剧本 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 好像合进并没有这么高的 这么大的实力 而且寻遇在这许昌都已经自成一派了 那这个明显应该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本 不过我们在这个剧本里面 我们一开始是没有任何军师的 就是我们的军师是没有的 没有可认名为军师的武将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通过 就是研究能力来让自己的这个武将的智力达到70 因为除了陶谦的智力是63以外 其他三个人全部都是38、32、8 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研究的那个智力低 我们也最多只能把它提升到53 离这个智力70的这个墓 就是分数线 可以说分数线还差很远 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有任何的军师在灭掉瞬间之前 那么首先我们先输送一支队伍 我们让陶谦带着2000人和2000弩 以及我们带个900金钱好了 冰凉稍微多带一点点 对 然后我们让他到这个燕湖港 这个是五湖港吧 五湖港 让他停留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包赏 因为张凯他的终身只有92 如果说不包赏的话 张凯他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叛变的 尤其是他有可能在出征在外的过程当中叛变 那对我们的损失将是巨大 将是巨大的 张凯的人我们让他带10500 然后资金的话带个300资金就行了 因为他带不带资金是无所谓的 所以让张凯到这儿 然后就结束回合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让淘谦出征 因为这个港口里面有1000弩 所以说我们可以出3000人的这个弩兵的队伍 所以说我们可以出3000人的这个弩兵的队伍 冰粮是变成零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让佐容带着3500人 以及1500金钱的剑兵出征 为什么要带3500人 因为3500人的剑兵正好可以 就是基本上3500 3300到3500左右 正好可以让他在一个回合之内造一个火球 然后曹报呢可以带6000人 但是我们这里不能带6000人 我们这里只能带5500人 真的带5500人 资金的话我们带个600 留300 以免就是到时候他说什么没有办法发俸禄 然后忠诚降低 那就很麻烦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让张凯的队伍进入这个无的这个地界 淘谦的队伍不要进来 淘谦的队伍让他留在这个剑叶 然后呢左绒呢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格子呢都是剑叶的这个地界 紧接着孙坚的这个军队呢就会通通的从这个无这座城里面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让张凯跑就行了 然后我们让淘谦继续顶上 我们让淘谦走到这个位置 淘谦走到这个位置继续吸引他们 然后左绒呢和曹豹就趁势往前继续前进 让他们会来继续追杀我们的淘谦的这个队伍 当然我们淘谦只要我们再往左边走一走 他们就不会来追我这个淘谦队伍 他们就会转而去追张凯的这支队伍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不要去管他这个取额岗 你就不要去打他 也不要去浪费这个士气去对他使用火技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的五支队伍 全部都已经朝着我们张凯的这个方向开始进军了 那么但是他们跑的速度呢 肯定是没有我们快的 也不可能比我们快 因为我们是骑兵的部队 然后他是那个 我们是那个出送队伍 他虽然有骑兵 但是骑兵在森林里面行进的速度 也不是那么快 我们让淘谦先停留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虽然是无的地界 但是因为离他们的距离较远 所以说他们一时半会儿呢 是不会过来追杀我的 好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设置火球 然后火球设置在这里 然后我们让曹报使用火技 好 还有一处队伍的没有行动 然后待命就行 好 这个时候他们离我们这里已经是有至少20天的路程 你看上面写着预定抵达时间是20天 那么我们就可以往他的这个主城进发了 因为这个时候即使就是他如果说没有办法回使 就是在一回合之内直接打到我的话 他是不会来追杀我的 他只会来追杀张凯的队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要包上张凯的忠臣 因为你如果不包上的话 他九杀的忠臣在外面随时都可能叛变 好 然后我们就使用火技去烧这座武 他们的粮草呢很快就会耗尽 所以说即使是不耗尽 我们也完全可以在 即使他的粮草不耗尽 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完全可以在他来追杀我们之前 就是把我们的队伍击败之前 先一步就是把他的武给攻下来 他是不会来打我们的主城的啊 因为我们的主城里面留了500人 如果说我们的主城里面一个人都不留的话 那他是有可能来打我们的 这一点要注意 我们继续让这个曹豹去设置火球 他黄盖的虽然说出来就是进攻我们 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管他 我们只需要管自己去对他使用这个火技就可以了 那就还有1900 我们先给他灭个火 我们继续设置火球 然后我们的淘迁呢 我们的淘迁让他使用火矢 然后他们这边的粮草呢已经基本耗尽 还有400冰粮 还有500冰粮 看一下啊 在这里的话 实算 没有办法控制火势啊 没关系 没有办法控制火势的话呢 就直接使用火技去打他 我们在这里继续设置一个 看看在哪里设置火球比较好 嗯 嗯 在这儿不行 嗯 看一下 嗯 不能设置火球的话呢 不能设置火球的话呢 就只能火技去打他 因为他这些呃 就是军队啊 断粮以后 他们也只能回程 他们也只能回程 我们让淘迁去给他 嗯 嗯 设置一下 看一下 设置在这个地方 好 直接成功 哦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士气了 看看啊 然后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继续给他设置火球 然后火技继续进攻 这里继续用个 好 这边可以用这个火球进攻 那么我们基本上 只要再打他的城一下 啊 不管有哪个队伍 再打他的城一下 就可以 把他的这个 城给拿下 好 那我们是成功的 呃 攻下了这个五 虽然说我们不可能 就说俘虏他 这里面的 全部的人马 但是呢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即使不能俘虏他 全部的人马 只要能登庸一两个 就是孙坚派系的武将 啊 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登庸到其他的人 好 将其留在五 回去 那 很运气很好 我们直接把孙坚给登庸过来 并且颜白虎呢 好像也被我们登庸过来 啊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我们直接把孙坚设置成军师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 开始有那个推荐的这个 呃 登庸啊 就不需要就是等这个呃 等这个就是过个半年一年的 才能登庸上这些人 因为没有推荐是很痛苦的事情 没有推荐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呃 哪个回合该派谁去登庸谁 我们先让先把陈谱啊 这些就是孙坚的这种猛将啊 给登庸过来 这些啊 吴国泰 吴国泰是不是只要我派这个 随便派谁去登庸都可以成功啊 哦 不行 还要派孙坚本人去登庸才能成功 因为他们是夫妻关系 所以即便是没有推荐 我只要派他们去派他去登庸 那是一定会成功的 等孙坚回来派他去登庸好 陈谱 这些人好像 其实挺难的 就是登庸的这个过程 其实并没有那么 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的 因为 因为你有的时候得等 比方说过一个季度啊 过一年啊 然后他们才可能会 就是让你去登庸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吴国泰拿下来 先把吴国泰拿下 吴国泰反正是 哎 我就搞错了 应该让孙坚去登庸吴国泰 搞错了搞错了 点的点快了 嗯 黄盖 佐容孙靖 看看能不能把黄盖啊 这些江东的这些虎尘全部都登庸过来 有了这些人吗 那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 就已经是 已经是那个 获得了这个胜利了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呢 会非常的容易 我们有了孙坚的这个 起始的这些人马 我们以后也可以登庸到周瑜啊 并且孙策也会出来 就是鲁肃呢 什么的也是很非常容易登庸的 因为他们都集中在这一带嘛 对吧 等用成功孙靖 孙靖的弟弟 朱志 祖茂 祖茂等用失败 也没关系 黄盖 言兴 呃 明操 这个还不行 哎可以探索 就是现在好像也可以在这个 建业或者无 发现一些人才 另外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派出一支队伍去把这个会计给他占领了啊 还有谁呢 派个张凯吧 随便派个两千人 给他去把会计给他占领了 黄盖 黄盖是推荐孙坚应该是能成功的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成谱不一定能成功 因为成谱还是 挺难登的 就有可能可以成功 但是 不一定 韩当登用祖茂成功 黄盖成功 灵操成功 好 那么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一个成谱了嘛 对吧 成谱和朱智 基本上就剩下成谱和朱智 因为我就怕他们就说 跑到其他的城 你知道吧 那样的话就就血亏了 所以必须得在他们跑到其他的城之前把他们登用过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什么其他事情都不想做 只想就是说先把登庸的这件事情给他完成再说 我派三个人去登庸成谱 那总该成功一个吧 三个臭皮像顶一个诸葛亮 果然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军师 调整成城谱 他治理79嘛 对吧 肯定是 不负军师之名 朱智也登庸成功 炎兴 炎兴和炎白虎其实挺难登庸的 不过炎白虎的话 他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破城的时候他主动投降了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因为炎白虎他这个人就是野心比较高 所以说他很难就是说 他基本上不可能就是说臣服在某一个别的君主下面 把港口也给占了 这边也去占个港口 让炎白虎去占个港口 随便搞几个人群 有贼军出来 没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发展这个建业城 所以说等我 等会就是说贼军快打打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 粮食啊 还有资金啊 全部都搬离这个主城 让这个贼军把我们的城给破了 然后呢 等他破了以后呢 他就 那个贼军就会消失 消失以后呢 我们再反过回过头来 把这个城给占领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并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因为不会影响你的发展 嗯 我们张凯是把这个会计给贡献了 哦 灯用延星了 嗯 那么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拥有建业 武还有会计三座城 并且我们手下有孙坚的全部人马 就是起家的 白手起家的时候的全部人马 延星的终身值93 所以这个 这个剧本的话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是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 因为之后我们只需要 我们有两个选择嘛 第一个选择就是慢慢的江东发展 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说 踏足这个炉江 因为你看周围都是空白的城 所以说你即使占领了炉江或者柴桑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 甚至我觉得占领炉江以后 应该还能发现一些隐藏的人才 然后只要过个 我想想看 过个 应该过个十年左右 七八年 甚至可能都不用七八年 到时候孙策啊 周瑜什么的人都会出来 那到时候这个基本上就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剧本 那么这个剧本就是 如何用这个淘迁去 速推这个孙坚的剧本 那我们这期的攻略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